你直接玩南部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 你再做再成功 你就会做的 你就哪怕再成功再成功 你撑死就会像big pie 还有那个激动那样 听起来这个不像这个 那个不像那个的吧 乱七八糟 可以烂这种 你要想做牛逼 我就觉得我建议你一步一步做起来 我前我前面 听见你freestyle的时候 你放着吹一步的伴奏 freestyle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 你能不能驾驭好 现在你对flow要有个理念 咱先随便找个b 稍等一下 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这个八拍 最简单的八拍 普遍的flow 普遍的flow都会这样 听啊 12345678 22345678 32345678 42345678 12345678 22345678 32345678 4234567 换12345 你看他一个 四个八拍 四个八拍 他就会换 对吧 四个八拍 一般这种 只要是hiphop 基本都是四八拍 四八拍 四个八拍就叫四八拍 而一个八拍现在懂了吗 现在懂一个八拍了吗 一个八拍 这个反正我不能跟你讲这个 一般讲的话 像他们有时候说 这第一个八 第二个八 也就是说第一个四八拍 第二个四八拍 对吧 这就是八拍 然后呢 怎么唱八拍里面的flow呢 最普通八拍里面的flow 就很普遍 来外上很普遍的这种 青天九七 他们这种 就是跟着把自己 禁锢在八拍里面了 把自己禁锢里面了 我还在这个地方 开始继续说唱 因为你知道 我的 flow能变得多样 很多人想要过来 刻意的模仿 但是你知道 我就像是他们的榜样 他可以在这里面 刻意的想象 所以你看见 我的说唱唱的响亮 这就是最普通的 八拍的flow 所以你听起来 都会感觉很难受 所以我还在这个地方 跟你继续秀 因为你知道 他们嘴巴太过的臭 你看这就是 普通的八拍的flow 而怎么不让自己 禁锢在八拍呢 首先先从old school讲起来 怎么不让自己 禁锢在八拍呢 就是不要让你的 停顿让别人开出来 好吧 于是你看我 freeze掉的停顿 他们没有办法猜得出 所以我还在这个地方 随便的继续的唱 着我的东西说唱 所以他可以看到 这东西变得多么棒 所以你看我 现在停顿一下 我还是继续在这里面 和你无限在这里面 不停说话 他们都喜欢这样的ra 于是我还在那 这就是 基本是不在 不在里面禁锢的 就是没有在这个 八拍里面去停顿 这是最简单 对吧 但是freeze 要想追求这样的话 很不好追求 但是你只有 是从你的这个flow 编排上去写歌词的时候 去编排 不要错字数啊 怎么怎么 这个去你去改 所以这就是八拍 或者不八拍 对吧 而南部呢 我最最害怕的 就是南部局限在八拍里 南部如果局限在八拍里 那就真的 那就直接就是没水平了 那直接就没水平了 找个南部啊 南部的B 比如这南部 我还在这个地方 继续和你玩着说唱 他觉得我的东西 特别多样 你别管中间的停顿 只要他在八拍 那么这样的flow 就会让我发呆 你看 这就是很平常的 对吧 但是你的这个东西呢 就会 南部的flow 和old school的flow 是不一样的 因为南部的节奏会慢 这是懂了吗 现在我帮你讲解 怎么去把一个南部 八拍分成16拍 就是有的人拿八拍当七拍唱 这些先不管了 就他们能把这个flow 八拍换七拍 这兄弟他说啊 我能把八拍换七拍 什么什么的 对吧 他的那种八拍换七拍 所谓就是 呃 我是装 我是装 我是胖 我是胖是赖的 装饰拍的方 是爱的帮子赖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去唱 他就是属于是八拍换七拍 先不跟你讲 先讲最简单的 八拍换16拍 把八拍当成16拍去唱 好吗 就是八拍里面 融入16个字节 这样的去唱 当成16拍唱 最简单的啊 或者可能现在应该怎么在这说唱 或者可能现在应该怎么在这播放 或者可能现在嘴巴应该怎么在这地方加快 还在这里面开始不听说 所以我的嘴巴一直都在这里加速 他们看见我的时候想去把我抓住 但是根本没有可能可以把我抓 你看这就是最普通的 把八拍当成16拍 所以这种加速 加速就是最普通的 记住了吗 这是其中的南部的一种flow 对 把歌词整个融入进去 也就一个拍当做两个拍 一个拍全部当做两个拍 把每一个拍全部当做两个拍 八拍当做16个 16个拍学唱 就这样的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对吧 那现在再给你整另一种 另一种也是比较普遍的 我还在这地方玩我的说唱 他们都喜欢我这样的方式 于是你看到我还在这个里面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的连拍 他们都觉得他喜欢这样的 难不因为他现在处在这个年代 现在这个你也经常听 像B派他们的那种三个字三个字 这是他妈是最死板最死板的flow 这是最死板最死板的flow 像这样没有受八拍的限制 但是他最死板最死板 就这种flow 每次一听南部就是这样的flow 我听了我都头大了 听这种东西听了头大了 再换一种flow 最普通的五个字 五个字 他们想要达到的高度 早就变成我的抱负 哪怕脚不超过超速 也没有超越我的招数 抱歉 这是五个字五个字的 他们想要达到的高度 就是这样的去跳 这样的跳呢 怎么去把它融入进去呢 融入八拍里面看你怎么去变排 比如说 那么我随意在这里面开始 跟你唱着我的东西 还在这里没有办法 变换到我已更加牛逼 于是我还在这个地方 飞着我的构思听起来的有点乱 所以我还在这继续转 这是最普通五个字五个字的 对吧 这是五个字五个字的 这是五个字的flow 这种很普遍 现在阿隐他们多会了 这种flow我不想吹牛逼 告诉你我是开创者 因为也是从国外扒的 也是从国外扒的 这是最普通的 然后你看怎么去把它们融入进去 因为南部的flow很多变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融入进去了 而不是像old school一样 去那样唱 懂了吗 因为南部的flow 它的节奏偏慢 所以你可以加快 你可以把它分成什么拍 各种的拍 各种的上你可以随便的去整 所以你就不会把自己 进步在这个八拍里面了 懂我意思了吗 嗯 嗯 看看啊 这也是一种 像三个字三个字的就是 这是三个字的对吧 五个字的 这是五个字的 然后呢 然后16个拍这种 你基本可以明白吧 这是flow 然后给你找一个就是像这种四个字的啊 比较常见的一个歌手 他叫A色户 嗯 你找一下 对还有两个字的 两个字的没有 两个字的 一般这个会放在收尾或者开头 马斯威又一首歌 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全智龙经常用这样的flow吗 对两个字两个字这样的崩 前面呢 对你听过就对了 我就不用跟你解释了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flow 而南部呢 你要怎么做的 牛逼呢 就要排出来别人没有唱过的flow 所以呢 押韵放在里面呢 就是属于一个韵律 属于有押韵才会有有韵律 有押韵才会有flow 懂我意思吗 有押韵才会有韵律 有押韵才会有flow 押韵就像作文一样 就像你作文里面的标点符号呀 停顿一样 押韵就像你的标点符号和停顿一样 如果你把你那个押韵的位置 永远放在这个八排的最结尾 那你永远都是八排的flow 就看你怎么换了 这也是flow 你找那个歌啊 这个我经常给你们放的 这样子算你说的那个跳牙跳牙吗 跳牙 跳牙很简单的 是这样的这样的哦哦哦这样的算了吧算了算了算你跳牙吗 嗯 歌哦歌哦算呀但是我就就讲一下嗯什么是跳牙 嗯首先什么才是真正的跳牙 你需要在沉默中寻找到爆发对吧 这就是跳牙 什么 才是跳牙 你需要在沉默 终于爆发 对吧 这就是跳牙 简单吧 什么 跳牙 你需要在沉默中寻找到爆发 对这就是运脚的位置了 这也是flow的东西了 而普通的经常比较普遍的 八拍 先给你把八拍画出来 最普通的八拍对吧 x比如说是普通的字节 那么c是运脚 这是最普通的方式对吧 这是最普通的方式 而脏爸爸的歌有听吗 很多人的歌有听吗 脏爸爸的歌 他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 special的歌 special的歌 也是 这样 的方式 他的押韵方式位置是放在这儿的 对吧 什么熊大宝吗 你说啥呢 啊行 你呀 啥我 我跟你讲啊 好了 公平不要打字了 爱你们啊 首先最简单的 八拍的flow 啊 我还在这个地方开始跟你说唱 于是我让我的flow能变得多样 桌上的东西 就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就是这种格式的flow 你经常听见的 你要如果你听脏爸爸的歌 你肯定会发现 比如说想几个孕奖啊 嗯 就普通的啊 我直接从第二第二句开始给你唱啊 直接从第二句开始唱 嗯 要 我的freestyle 他每次唱的时候就像压了我的freestyle 每次就像装了插件 你发现我歌词听起来就像是拉面 这就是最普通的脏爸爸他们这种flow 对吧 这是最普通的flow 所以晕脚的位置不一样 他的flow出来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我给你找那种 哒哒哒哒哒哒 这种flow 听一听啊 听一听啊 对这就是这种四个字的编排 像这种flow其实很少人有人发现 这个也是我第一个发现 我发现这个A色户 他那个歌里面有这样的flow 因为现在普遍的都是 我就感觉很屌 这就是他自己编排出来的味道了 对吧这个就是